进入10月后 中国蔬菜价格上涨 而前期较为疲弱的生猪价格也出现回升 带动中国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涨幅扩大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 中国10月份CPI同比上涨1.5% 创下13个月来新高 环比也上涨了0.7% 统计局指出这是受特殊天气 部分商品供需矛盾 及成本上涨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其中受降雨天气 下秋换季 局部地区疫情散发 及生产运输成本增加等因素叠加影响 鲜菜价格上涨16.6% 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.34个百分点 占环比总涨不近五成 除了受蔬菜价格明显上涨千栋 中国10月份CPI走升 部分原因也是来自PPI对CPI的传导效应 PPI指的是工业生产出厂价格指数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10月PPI同比涨幅进一步突破13% 创下近26年高位 环比也上涨了2.5% 分析人士预测 中国政府对煤炭价格调控 可能令生产物价指数的涨幅有所回落 但在能耗双控限制下 高耗能产品的涨价趋势依然会延续 因此生产物价持续攀升的态势很难改验 在通胀压力整体增强下 势必将限制中国央行明年的政策宽松空间 及货币政策